这种花花绿绿叶子的植物叫采叶草 也叫杨子苏 茧子苏 它的老家在印度尼西亚 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 是一种多年生的植物 茧苏棱形 叶护生 卵形 边缘有锯齿 两面都有绒毛 叶子的颜色非常丰富 有黄色 绿色 红色 紫色等 非常亮丽好看 是城市园林布置 美化街道 美化街道的常用花卉 下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下采叶草的种植方法 繁殖方法 采叶草的繁殖可以用扦插和播种两种方法 一 扦插 扦插 扦插繁殖具有节约种子 缩短培育周期 品种特性保持好的侧点 扦插时 应先从成熟的植株上 减取十厘米左右长的嫩汁 作为扦插苗 为了减少蒸发量 扦插苗上的汁液 要减量减短 在扦插 在扦插前 要将育苗池中浇一遍透水 在池中水分大部分剩下 持土成泥浆状态时 就可以进行扦插了 扦插时 将扦插苗根部向下垂直插入两厘米即可 扦插后不要晃动扦插苗 防止土壤产生裂痕 使扦插苗 风干致死 2. 播种 采叶草的繁殖 也可采用播种的方法 采叶草由播种 到生长至商品期 需5个月 因此 如需国庆期间上市 可在5月份播种 播种 一般采用三份珍珠盐 和一份泥碳土 混拌而成的人工机制 并在调制人工机制时 用百菌氢八百杯叶 对机制进行消毒处理 使用人工机制 进行播种育苗的好处是 机制营养丰富 土质疏松 栽培中 管理方便容易 采叶草的播种 是在雪孔式育苗盘中进行的 播种前 先在育苗盘中 装满机制 然后用喷头 将育苗盘中的机制淋湿 这时就可以播种了 采叶草的种子较小 直接播种很难撒播均匀 我们可以在种子中 摻一些细土 再进行播种 播种时捏起 摻有细土的种子 将种子与细土 一起撒放到育苗盘中 一般情况下 每个雪孔内 撒放2-3粒种子 种子拨好后 为了防止种子风干 还要复土 复土使用装有细土的筛子 向雪盘表面筛土 复土厚度为1-2毫米 复土完成后 就可将育苗盘 放置到育苗床上 发芽了 出苗后管理 采叶草播种后 在21-24摄氏度的条件下 经过10天左右的时间 就可出芽了 在这期间 机制干燥时 要及时浇水 以保持机制的湿润 采叶草出苗后 如果出苗不齐 要及时移栽补苗 采叶草出苗后 不能长期处于避烟状态 要给予一定的光照 但也要防止过强的光照 灼伤幼苗 光照强度 以三千勒克斯为宜 育苗盘中的机制很少 幼苗叶子完全展开后 营养供给 就会供应不足 此期可向育苗盘中 适用浓度为 千分之零点七的 氮磷钾叶肥 采叶草叶片完全展开后 幼苗逐渐长大 育苗盘 已不能满足 幼苗的生长需要 这时 需将幼苗移栽到 育苗地中种植 育苗地经过生搬后 要施入充分腐熟的底肥 施入量为每667平方米 三千千克 施肥后将土壤与肥料 翻拌均匀 为育苗地浇一遍透水 待水渗透后 就可以移栽了 移栽时 将育苗盘中的 产业草 连同机制 一起提起 插入到泥浆中即可 移栽株距 可掌握在 十厘米左右 幼苗移栽后 要防止日光暴晒 以利于移栽苗成活 生长期管理 采叶草移栽后 就进入了生长期 由于此期 采叶草生长速度加快 所以要经常施肥 一般情况下 每周需施一次 淡连甲液面肥 施肥浓度 为千分之零点八 采叶草在生长期 浇水不可过勤 以便控制生长高度 浇水 以健干健湿方式为主 另外还要采用 架设遮阳网等方式 来控制温度 使这个时期 采叶草的生长温度 在二十摄氏度左右 防止植株高温风长 为了对采叶草 进行精细管理 当植株长到 五到六片叶时 就需要将采叶草 移栽到花盆中培养了 移栽时 将采叶草 从育苗地中挖出 在直径十厘米左右的 小盆中放入土壤 将采叶草 连同根土 一同放入花盆中 再在周围埋上土壤 就完成了移栽 采叶草移栽后 还要浇一遍透水 以利缓苗 为了培育出 丰满低矮的采叶草株形 在采叶草 六到七片叶时 要进行一次打顶 打顶只留下下部的 二到四片叶和两个嫩芽 上部的植株全部掐掉 采叶草培育中 打顶要进行多次 在第一次打顶后 留下的两个小芽 会生长出两条枝干 这时 在这两条枝干上 各留一对小芽 将枝条上部也打去 这样就可以培育出 低矮丰满的株形了 采叶草经过两个月的培育 植株高度可长到20厘米以上 小花盆已不能满足 采叶草生长的需要 这时就要进行换盆了 换盆可用直径16厘米的中型花盆 在盆底铺放含有有机肥的泥碳土 再把小盆中的采叶草 连同泥土一起放入新盆中 并将土壤蹲拾 换盆后 要为植株浇一遍透水 后期管理 采叶草经过四个月的培育后 就进入了后期管理时期 为了把采叶草培育成色泽鲜艳 花纹美丽 株形丰满的高品质花卉 在采叶草的栽培后期 要加强光照和水肥管理 采叶草的栽培后期 要给予充足的光照 此时不要采取任何遮光措施 使采叶草在全日照的环境下生长 实践证明 在采叶草栽培后期 加强光照 可使植株健壮 色泽鲜艳 采叶草栽培后期 植株较大 长势旺盛 对肥水的要求也较多 此时正值秋高气爽季节 空气干燥 为了防止干燥影响采叶草的生长 一般每四到五天 就需浇水一次 在采叶草栽培后期 如发现分支不足六条 株形不够丰满 还要进行一次打顶 由于此时 采叶草具初补时间不长 因此打顶修剪不要过多 将植株的高度控制在三十厘米左右即可 采叶草栽培后期 有可能会开花 因为此时采叶草的花不具有官场价值 发现花时要及时掐去 采叶草栽培后期 要喷湿叶面肥一到两次 此时追肥要适用浓度为千分之一点二的淡脸甲叶面肥 由于采叶草栽培后期的肥水供应充足 在花盆内很容易长出杂草 这些杂草不但会与采叶草争夺养分 影响采叶草的生长 而且作为商品出售也十分不美观 因此在采叶草栽培后期 对花盆中长出的杂草要及时拔除 并带出培养池进行处理 采叶草最易遭受的虫害是牙虫 它们隐藏在叶片上 吸取嫩枝叶 造成叶片卷曲甚至枯萎 因此当采叶草发生牙虫虫害时 要及时进行防治 为了减小污染 可采用植物农药进行防治 方法是取一定量的侧摆叶 捣乱后加入4-5倍水稀释 对受害植株进行喷湿防治 一般经3-5次喷湿后 就可达到消灭害虫的目的